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维修工作 经历两次重大事故 2024年将会重返俄海军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 当地时间的12月20号 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维修工作 目前已经离开船物 正在准备进行剩余的扇后和收尾工作 预计库兹涅佐夫号将会在2024年重返俄军的战斗序列 其实近几年 这艘航空母舰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 2016年的时候 它作为俄罗斯海军的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参与到了叙利亚战争当中 两个月时间之内 这艘航母上面的舰载机完成了420次的战斗飞行 摧毁了恐怖分子在叙利亚的1200多个据点 但是这艘舰也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 因为俄罗斯海军经费很拮据 再加上库兹涅佐夫号是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 所以它的保养状况其实是非常差的 在叙利亚执行任务期间的库兹涅佐夫号 最受外界诟病的就是它的涡轮 锅炉冒出滚滚的黑烟 这表明它的动力系统状态是非常差的 其实这个库兹涅佐夫元帅号采用的第三代蒸汽轮机 这个冒烟它也算是个正常现象 但是这艘舰的锅炉常年缺乏维护 导致效率变低 而效率越低燃烧就越不充分 残留气体的杂质也就越多 黑烟也就越浓 所以你看同样的动力系统 辽宁舰就没有出现库兹涅佐夫号类似的问题 而另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 则是直接让俄罗斯海军颜面扫地 在对这个叙利亚实施空袭期间 这个库兹涅佐夫号上的这个拦阻锁 是发生了断裂 导致两架苏33舰载机坠海 在执行完这个叙利亚的任务之后呢 这艘舰终于是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了 在2017年进入了这个摩尔曼斯克 在船舶维修中心进行现代化改装以及维修 那俄军计划呢 为这艘舰维修四座和更换另外的四座锅炉 安装现代化的电子设备 通信 侦查 导航 这个作战系统控制等等 并且呢安装新的这个舰载机安全着陆保障系统 结果没想到的是 这个才是梦 噩梦的开始啊 原本这艘舰呢 是计划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改装和大修 结果如今都第五年了 库兹涅佐夫号到底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个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第82船舶修理厂 在维修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时候 发生了严重事故 承载这艘舰的这个PD50号这个浮动船物 突然发生断电 随后呢这个PD50浮动船物呢 就进水了 结果导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浮动船物就沉了 码头上的两台塔是起重机倒塌 其中的一台正好就砸中了 正在大修的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的这个舰体上面 库兹涅佐夫号结果是没来得及修缮 它的飞行甲板就被倒下的这个这个塔吊给重创了 形成了20平方米的这个损坏区域 而乌漏偏风连夜雨啊 2012年的12月10 2019年12月12号上午10年左右 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呢 在维修过程当中又遭遇了火灾 大火是直接烧到了12号傍晚 才被扑灭 事故导致这个舰艇啊 直接的过火面积达到了120平米 造成一人死亡 12人受伤 还有俩人呢 下落不明 调查结果显示啊 火灾是在这艘舰的这个焊接工作当中发生的 起因呢是由于这个焊接当中的这个火星啊 掉入到了残留的 残留有燃油的这个舱石当中 虽然说事后啊 俄罗斯这个这个相关的部门 也表示说呢 大火并没有给这艘航母造成严重的破坏 不会造成航母维修费用大幅增加 也不会对维修进度造成严重影响 但事实是 这艘舰的维修进度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 时间来到今年的5月份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呢 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工作 将持续到今年9月 但是到了6月8号的时候 路透社又报道说 维修工作已经再次的遭到延误 最早要到2024年才能重新服役 所以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海军也确实要等到2024年 那你算算啊 从2017年进场大修到2024年重返现役 库兹涅佐夫号要花费整整7年的时间 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俄罗斯糟糕的经济形势导致的 而另一方面呢 维修人才断档 设备的缺失 还有连接接连的一些事故 也是导致这艘舰命运多揣的原因 而咱们中国购买的瓦梁格号 这个之后呢 将瓦梁格号改建成辽宁舰 也就用了同样的时间 对中俄的实力对比 一下就高价可见了